電腦有操控的貨物嗎? 為貨物處沒有三台電腦主機 還有兩台黑色的電機箱 裡面都在現金 這是錢嗎?還是什麼? 建築政府政府在早前去國民黨 高雄市議員黃紹廷 第三處都在貨物處 上市敲鎖辦公室 裡面找不到現金 以後有人就在裡面 六位也被一旁打火 請什麼?我會講 黃信議員所設案件 對其服務處等十個處所 執行搜索 並對憔悴,黃紹廷的導部 跟他海頭沒說話 憲法對案情也沒多水平 經激了解,黃紹廷只有 社群早餐做理貴 緊嚇恐嚇有九十八萬 待會黃紹廷的北部 家裡有助理 和何部處的監管總共十七的人 經過一天的進行後 黃紹廷的北部被請回 何部處是機會 貨助金被生了 其他人分配一兩萬 至三十萬九部號團 其中六名被告分別以 二萬至三十萬元 交保後傳 一名被告向法院申請積壓 其餘被告 包括黃信議員之父母 均請回 我會覺得他有點擔心吧 當然有點擔心 但是我絕對不相信 他會有這種事情 不過最關鍵的董事人黃紹廷 算不看著人 黃信議員部分 目前尚未到案說明 黃紹廷做理會的案件 感謝到貪污在罪條 利用這部上的機會 扎出財務罪 競爭這支支援影響到行動 那是真的像黃先生的所知 也希望為什麼黃紹廷 到他都要不告案 美式新聞 郭忠祺報讀 郭忠祺報讀